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 好的支持,南无阿弥陀佛,感谢您。 偷吃了他们的肉,被发现后,商人们非常生气,就把小狗一顿猛打,狗腿都被打断了,然后把他抛弃在路边,小狗非常可怜,几乎快要死去,设立福知道小狗的姻缘,于是第二天起时候,就去到小狗身边,为了他一些食物,并且给小狗说饭。 在设立福的照看之下,小狗安静地结束了他的一生,后来,小狗投生到了一个婆罗门的家庭,没多久,有一天尊者设立福一个人在外启食,他来到婆罗门家门口,婆罗门便问,尊者你怎么没带个杀迷侍者呢? 设立福说,我没有杀迷侍者,于是婆罗门就告诉他,说他有个儿子,叫君提,现在还小,等稍微大点,希望能让君提跟设立福出家,做杀迷侍者。 设立福听了之后,就把这件事记在心里,很快小君提就年满七岁,到了可以出家的年龄,他的父亲就把他带到设立福那里,希望跟设立福出家。 就这样,君提就成了设立福坐下的一位屈屋杀迷。 设立福了解君提的姻缘,就时常给他讲说种种妙法,君提也很受用,在设立福的教导下很快就证了阿罗汉果。 证过之后的君提,一神通观察自己的过去世,才知道自己前世是一只可怜的狗。 得蒙设立福尊者的恩责,才转得人身,并且得到正果,于是暗自发誓,一定要尽此一生供养照顾设立福。 阿南得知君提的事迹后,就问佛陀,君提是因为什么样的姻缘,才先投狗道,后又得人身出家正果呢? 佛陀告诉他,很久以前,在家业佛的僧团当中,有一位年轻的比丘和一位年老的比丘。 年轻的比丘声音非常好,很善于唱颂,深得大家恭敬。 那位年老比丘则声音浑浊,唱颂总不再吊赏,常常被人所嫌弃。 不过没人知道,其实这位老比丘是一位正了果的阿罗汉。 有一次法会的时候,年轻比丘听到年老比丘唱得远不如自己,于是笑话他,说他唱得就跟狗叫一样。 听他这么嘲笑自己,老比丘就问他,说,你可知道我是谁啊? 年轻比丘回答道,我知道你啊,你不就是咱们僧团的上座比丘吗? 老比丘就告诉他,你只知道我是上座,却不知道我已经挣得阿罗汉果了。 年轻比丘一听,赶紧向他忏悔。 佛陀告诉大众,就因为他恶言辱骂老比丘,所以五百世中常受苟身。 但因为他曾经在加业佛的僧团中出家持戒,所以这一世才有解脱的因缘。 出自咸鱼经,分享此视频,利人利己,功德无量,即以此功德,庄严佛净土。 上报四重恩,下就三道苦,为愿见闻者,惜发菩提心。 在世富贵权,往生极乐国,请常念阿弥陀佛,一切重罪惜解脱。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。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,喜欢缠心频道,别忘记点点订阅和开启小铃铛。 分享,期待您的留言与转发。 阿弥陀佛,感恩。 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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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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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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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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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